大尺包变成全城的妓女的总担娘 高义驼是他的最得力的太监 高先生原是卖草药出身 也不知怎的到过日本一趟 由东阳回来 他便挂牌行医了 他很谨慎地保守他的出身的秘密 可是一遇到病人 他还没忘了卖草药时候的胡吹乱砍 他的画比他的道高明着许多 嘴以外他仗着行头鲜明 他永远在出门的时候 穿起过分漂亮的衣服鞋袜 卫视十足地卖弄卖相 在江湖上卖相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古老的文化本来就很复杂 再加上一些外来的新文化 便更复杂地有点莫名其妙 于是生活的道路上就像下过大雨以后 出了许多小径那样 随便哪个小径都通到吃饭的出所 在我们老的文化里 我们有很多医治病痛的经验 这些经验的保留者与实行者便可以算作医生 感到科学的医术由西方传来 我们又知道了以阿斯匹林代替万应定 以兜安氏药膏代替洞窗膏子药 中国人是喜欢保留古方 而又不肯轻易拒绝新玩意儿的 因此在这种时候要行医 顶好是说中西兼用就要新房 正如同中菜稀吃 外加教条子与高升猜拳那样 高一坨先生便是这种可心可救 不心不救 在文化交界的三部管地带 找饭吃的代表 他的生意可惜并不甚好 他不便去省察自己的本事与学问 因为那样一来 他便会完全失去自信 而必不可免地摘下学贯中西的牌匾 他只能愿自己的运气不大好 同时又因嫉妒而轻视别的医生 他会批评西医不明白中国医道 中医又不懂科学 而一概是杀人的拥移 大尺包约他帮忙 他不能不感激知遇之恩 假若他的树冠中西的医道 使他感到抓住了时代的需要 去做妓女检察所的秘书 就更是天造地设的机遇 他会说几句眼前的日本语 他知道如何去逢迎日本人 他的服装打扮足以护得住妓女 他有一张善于辞令的嘴 从各方面看 他都觉得胜任愉快 而可以大展经纶 他本来有一口大烟瘾 可是因为收入不怎么封 所以不便天天有规律地吸食 现在他看出来 他的正规收入虽然还不算很多 可是为大尺包设法 从妓女身上榨取油水的时候 他会也应当从中得些好处的 于是他也就马上决定 天天吸两口烟 一来是日本人喜欢中国的掩饰 二来是常和妓女们来往 会抽口烟 自然是极得体的 对大尺包 表面上他无微不至地去逢迎 他几乎长在了冠家 大家打牌 他飞到手不够的时候 绝不参加 他的牌打得很好 可是他知道喝酒喝后了 赌钱赌薄了的格言 不便于天天下场 不下场的时候 他总是立在大尺包身后 偶尔地出个主意 被他参考 他给他倒茶 点烟 拿点心 并且有时候还轻轻地 把松散了的头发 替他整理一下 他的相貌 风度 姿态 动作 都像陪阔少爷野油 帮吃帮喝的灭片 大尺包完全信任他 因为他把他伺候得极舒服 每当大尺包上车或下车 他总过去搀扶 每当他要创造一种头饰或一样 他总从旁贡献一点意见 他的丈夫从来对他 没有这样殷勤过 他是西太后的李莲英 可是在他的心里 他另有打算 他须稳住了大尺包 得到他的完全的信任 以便先弄几个钱 等到手里充实了以后 他应当去直接地运动日本人 把大尺包顶下去 或者更好一点 把卫生局拿到手里 他若真的做了卫生局局长 大尺包便须立在他的身后 伺候着他打牌了 对冠小和 他只看成为所长的丈夫 没放在眼里 他非常的实际 冠小和既还富贤 他就不必分外的客气 对常到冠家来的人 像李空山 蓝东阳 瑞丰夫妇 他都尽量地巴结 把主任科长叫得山响 而且愿意叫大家知道 他是有意地巴结他们 他以为只有被大家看出他可怜 大家才肯提拔他 到他和他们的地位或金钱 可以肩膀齐为兄弟的时候 他再拿出他的气派与高傲来 他的气派与高傲都在心中储存着呢 把主任与科长响亮地叫过之后 他会冰凉地叫一声 冠先生 叫小和脸上起一层小白疙瘩 冠小和和东阳 瑞丰拜了蒙兄弟 虽然他少抱了五岁 依然是大哥 他羡慕东阳与瑞丰的官运 同时也羡慕他们的年轻有为 当初一结拜的时候 他颇高兴能做他们的老大哥 极致转过年来 他依然得不到一官半职 他开始感觉到一点危险 虽然他的白发还是有一根便拔一根 可是他感到自己或者真是老得不中用了 要不然凭他的本事经验风度 怎么会干不过了那个又臭又丑的 蓝东阳和傻蛋奇瑞丰呢 他心中暗安的着急 高兴陀给他的刺激更大 那声冰凉的仙声简直是无情的匕首刺着他的心 他想回敬出来一两句俏皮的 叫高兴陀也颤抖一下的话 可是又不便应快意一时而把太太也得罪了 高兴陀是太太的红人啊 他只好忍着 心中虽然像开水一样翻滚 脸上可不露一点痕迹 他要证明自己是有涵养的人 他需对太太特别的亲热 好在他高兴的时候给高兴陀说几句坏话 使太太疏远他 反正他是他的太太 尽管高兴陀一天到晚长在这里 也无碍于他和太太在诊盼说话呀 为了这个 他已经不大到同方屋里去睡 大尺包无论怎样像男人到底是女子 女子需要男人的爱 连西太后恐怕也非例外 他不但看出高兴陀的办事的本领 也感到他的殷勤 凭他的岁数与志愿 他已经不再想做十八九岁的姑娘们的春梦 可是他平日的好打扮似乎也不是偶然的 他的心爱的红色大概是为补救心中的灰暗 他从许多年前就知道丈夫并不真心爱她 现在呢 他又常和妓女们来往 他满意自己的权威 可是也羡慕他们的放浪布拘 他没有功夫去替他们设身处地的去想他们的苦痛 他只理会自己的存在 永远不替别人想什么 他只觉得他们给他带来一股像春风的什么 使他渴望从心中放出一朵鲜美的花来 他并没看得起高一陀 可是高一陀的殷勤到底是殷勤 想想看这二三十年来谁给过他一点殷勤呢 他没有过青春 不管他怎样会修饰打扮 人们仿佛总以为他像一条大狗熊 尽管是一条漂亮的大狗熊 他知道客人们的眼睛不是看高地与昭地 便是看同方 谁也不看他 他们若是看他 他就得给他们预备茶水或饭食 在他们眼中 他只是嘱咐 而且是个不大像女人的嘱咐 在出一座所长的时节 他的确觉得高兴 而想拿出最大的度量宽容一切的人 连同方也在内 感到所长的滋味已失去心弦 他开始想用一点什么来充实自己 使自己还能像初上任时那么得意 第一个他就想到了同方 不错 以一个妇女而能做到所长 他不能不承认自己是个女中的豪杰 但是还没得到一切 他的丈夫并不完全是他的 他应当把这件事也马上解决了 平日 他的丈夫往往偏向着同方 今天他已是所长 他必须用所长的威力压迫丈夫 把那个眼中钉拔了去 感到小和因为抵制高一坨 而特别和他表示亲密 他并没想出他的本意来 他的所作所为是无可批评的 他以为他是看明白了他的心意 而要既承认君臣之性又恢复夫妻之爱 他开始向同方总攻 这一次的对同方攻击 与从前的那些次大不相同 从前他的武器只是叫骂吵闹 这样的武器同方也有一份 而且比他的货者更锐利一点 现在他是所长 他能指挥窑子里的鱼兵虾将作战 有权的才会狠毒 而狠毒也就是威风 他本来想把同方赶出门去就算了 可是越来越狠 他决定把同方赶到窑子里去 一旦同方到了那里 大尺包会指派鱼兵虾将监视着他 叫他永远困在那里 把仇敌随便的打倒 还不如把仇敌按着计划 用在自己指定的地方那么痛快 他看准了窑子是同方的最好的牢狱 大尺包不常到办公处去 因为有一次他刚到妓女检查所的门口 就有两三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 大声地叫他老宝子 他追过去要打他们 他们跑得很快 而且一边跑一边又补上好几身老宝子 他很想把门外的牌子换一换 把妓女改成更文雅的字眼 可是机关的名称是不能随便改变的 他只好以不常去保持自己的尊严 有什么公文都由高意图拿到家里请他过目 至于经常的事物 他可以放心地由职员们代办 因为职员们都清一色地换上了他的娘家的人 他们既是他的亲戚 向来知道他的厉害 现在又做了他的属员 就更不敢不好好的效力 决定了在家里办公 他命令同方搬到瑞丰曾经要住的小屋里去 而把同方的屋子改为第三号客厅 北屋的客厅是第一号 高地的卧室是第二号 凡是贵客与头等妓女都在第一号客厅 由他自己接见 这么一来官家便每天都贵客迎门 因为贵客们顺便地就打了茶围 第二号客厅是给中等的亲友与二等妓女预备着的 由高地代为招待 穷的亲友与三等妓女都到第三号客厅去 同方代为张罗茶水什么的 一号和二号客厅里永远摆着牌桌 麻雀 扑克 鸭宝 牌酒都随客人的便 玩的时间与堵的大小也全无限制 无论玩什么一律抽头 头抽得很大 因为高贵的香烟一开就是十类桶 在屋中的每一角落 客人都可以伸手就拿到香烟 开水是昼夜不断 高等的香片与龙井随客人招呼 马上就起好 便饭每天要开四五桌 客人虽多 可是酒饭依然保持着官家的水准 热毛巾每隔三五分钟 由漂亮的小老妈递送一次 毛巾都消过毒 这是高一驼的建议 只有特号的客人 才能到大尺包的卧室里去 这里有由英国府来的红茶 白兰地酒和大炮台烟 这里还有一家很精美的鸦片烟烟具 大尺包近来更发了福 连脸上的雀斑都一个个发亮 好像抹上了英国府来的黄油似的 他手指上的戒指都被肉包起来 因而手指好像刚灌好的腊肠 随着肌肉的发福 他的气派也更扩大 每天他逼细细地擦粉涂口红 而后穿上他心爱的红色马甲或长袍 坐在堂屋里办公和见客 他的眼和耳控制着全个院子 他的咳嗽与哈欠都是一种信号 二号与三号客厅的客人们 若吵闹得太凶了 他便像放炮似的咳嗽一两声 叫他们肃静下来 他若感到疲倦便放一声像空袭警报似的哈欠 叫客人们鞠躬告退 在堂屋坐腻了 他才到各屋里像战舰的舰长似的检阅一番 而二三等的客人才得到机会 向他报告他们的来意 他点头就是行 他皱眉便是也许行 他没有任何的表示便是不行 假若有不知趣的客人 死气白咧地请求什么 他便责骂尤通方 午饭后他要睡一会儿午觉 只要他的卧室的帘子一放下来 全院的人都立刻闭上了气 用脚尖走路 假若有特号的客人 他可以牺牲了午睡 而精神也不见得疲倦 他是天生的政客 遇到好的天气 他不是带着昭帝便是瑞丰太太 偶尔的也带一两个他最宠爱的姑娘 到中山公园或北海去散散步 顺便展览他的头饰和衣裳的新样子 有许多新贵的家眷都特意地等候着他 好模仿他的头发与衣服的饰样 在这一方面 他的创造力是惊人的 他的灵感的来源最显著的有两个 一个是妓女 一个是公园里的图画展览会 妓女是非打扮得漂亮不可的 可是从历史上看 在民国以前 民纪多来自上海与苏州 他们给北平带来服装打扮的新样式 使北平的妇女们 因羡慕而偷偷地模仿 民国以后 妓女的地位提高了一些 而女子教育也渐渐地发达 于是女子首先在梳什么头 做什么样的衣服上 有了一点自由 她们也就在这个上面表现出创造力来 这样 妓女身上的俗愿就被妇女们的雅致给压倒 在这一方面 妓女们失去了领导的地位 大尺包有眼睛 从她的干女儿的脸上 头上 身上 脚上 她看到了前几年的风格与饰样 而加上一番揣摩 出人意料的是 她恢复了前几年曾经实心的头饰 而配以最新饰样的服装 她非常的大胆 应使不调和的变成调和 假若不幸 而无论如何也不调携 她会用她的气派压迫人们的眼睛 承认她的敢于故作惊人之笔 像万里长城似的 虽然不美而惊心动魄 在她这样打扮了的时节 她多半是带着昭帝去游逛 着地是彻底的摩登姑娘 不肯模仿妈妈的出奇制胜 于是一老一少 一长一齐 就更显出妈妈的奇特 而女儿反倒平平常常了 当她不是这样怪了怪气的时候 她就宁叫瑞丰太太陪着她 也不要着地 因为女儿的年轻貌美 天然地给她不少威胁 每逢公园里有画展 她必定进去看一眼 她不喜欢山水花卉与灵毛 而专看古装的美人 遇到她喜爱的美人 她必定够一张 她愿意叫观所长三个字 长期地显现在大家眼前 所以定画的时节 她必嘱咐把这三个字 写在特别长的红纸条上 而且字也要特别的大 画定好 等到取件的时节 她不和画家商议 而自己给打个八折 她觉得若不这样办 就显不出所长的威风 好像妓女检察所所长 也是画家们的上司似的 画取到家中之后 她到夜镜没人的时候 才命令小河给她展开 她详细地观赏 古装美人衣服上的边缘 如何配色 头发怎样疏 额上或眉间怎样点花子 和拿着什么样的扇子 她都要细心地观摩 看过两三次 她发明了宽袖宽边的衣服 或像唐代的长级垂发 或眉间也点起花子 或拿一把捐制的团扇 她的每一件发明 都马上成为风气 假若昭帝专由电影上 取得装饰的模范 大尺包便是温故之心 从古旧的本位的文化中去发掘 而后重新改造 她并不懂得什么是美 可是她的文化太远太深了 使她没法不利用 文化中的色彩与形式 假若文化是一条溪流 她便是吸水的泡沫 而泡沫在遇上相当合适的所在 也会显出她的好看 她不懂得什么叫文化 正像鱼不知道水是什么化合的一样 但是鱼若是会浮水 她便也会戏弄文化 在她的心里 她只知道出风头与活得舒服 事实上她却表现着一部分 在日本侠制下的北平人的精神状态 这一部分人是投降给日本人的 在投降之后 他们不好意思溃溃 而心中又总有点不安 所以他们只好鬼混 混到哪里是哪里 混到几时是几时 这样物质的享受与肉欲的放纵 成了他们发泄感情的唯一的出路 假若气节令他们害怕 他们会以享受与纵欲自取灭亡 做个风流鬼 他们吸鸦片 喝药酒 捧戏子玩女人 他们也讲究服装打扮 在这种心理下 大尺包就成了他们的女人的模范 大尺包的成功 是她悟投悟状的 碰到了汉奸们的心理状态 在她 她始终连什么王国不王国 都根本没有思索过 她只觉得自己有天才 有时运 有本领 该享受 该做大家的表率 她使大家有了事做 有了出风头的机会 与启示 她看不起能模仿她的女人们 因为她们缺乏着创造的材质 况且 她们只能模仿她的头发 衣装与团扇 而模仿不了她做所长 她是女英雄 能抓住时机 自己升官发财 而不守备朝下 去向男人要钱 买口红与钻石 站在公园或屋里 她觉得 她的每一个脚趾头 都咯噔咯噔地直响 在她的客厅里 她什么都喜欢谈 只是不谈国事 南京的陷落 与武汉的城为首都 以使她相信 她可以高枕无忧地 做她的事情了 她并不替日本人 思索什么 她觉得 日本人的占据北平 实在是 为她打开一个天下 她以为 若没有她 日本 驻北平的军队 便无从得到花姑娘 便无法防止 花柳病的传播 而连冠家 带她娘家的人 便不会得到一切享受 她觉得 她比日本人 还更重要 她与日本人的关系 她以为 不是竹与仆的 而是英雄 遇见了好汉 相得益彰 因此 北平全城 只要有集会 她必参加 而且在需要锦标 与奖品的时候 她必送去一份 这样 她感到 她是与日本人平行的 并不分什么高低 感到她宴请日本人的时候 她也无所不尽其极地 把好的东西拿出来 是日本人不住的吸气 她要用 北平文化中的精华 叫日本人承认 她的伟大 她不是汉奸 不是亡国奴 而是日本人 在吃喝穿戴 等等上的导师 日本人正如同那些妓女 都是她的宝贝 她需给她们好的吃喝 好的娱乐 她是北平的皇后 而她们不过是些乡下孩子 假如大尺包 像吃了顺气丸似的 那么痛快 冠小河的胸中 可时时觉得憋闷 她以为 日本人进了北平 她必定要走一步好运 可是她什么也没得到 她奔走得比谁都卖力气 而成绩比谁都坏 她急躁 她不平 她的过去的精力与资格 不但不足以帮助她 反倒像是一种障碍 高不成 低不就 她落了空 她几乎要失去自信 而怀疑自己 已经控制不住环境与时代了 她不晓得自己是时代的渣子 还以为自己是最会随机应变抓住时机的人 照着镜子 她问自己 咦 有什么缺点呢 怎么会落在人家后头了呢 她不明白 她觉得日本的攻占北平一定有点错误 要不然 怎会没有她的事做呢 对于大尺包的得到职位 她起初是从心里真的感觉快活 她以为连女人还可以做官 她自己就更不成问题了 可是官职老落不到她的头上来 而太太的气焰一天高似一天 她有点受不住了 她又不能不承认事实 太太做官是千真万确的 而凡是官就必有官的气派 太太也非例外 她只好忍气吞声地忍耐着 她知道 太太已经是不好随便得罪的 况且是有官职的太太呢 她不便自讨无趣地和她表示什么 反之她倒应该特别地讨太太的喜欢 表示对她的忠诚与合作 因此她心里明明喜爱同方 可以没法不冷淡她 假如她还照以前那样宠爱同方 她知道必定会惹起大尺包的反感 而自己也许碰一鼻子灰 她狠心地牺牲了同方 希望在她得到官职以后 再恢复旧日的生活秩序 她听到太太 有把同方送到瑶子去的毒计 也不敢公开地反对 她绝对不能得罪太太 太太是代表着一种好运与势力 鸡蛋是不便和石头相碰的 她很自傲 但是石韵强迫她自认为鸡蛋 她可是仍然不灰心 她还见机会就往前钻 石韵可以对不起她 她可不能对不起自己 在钻营而外 她对于一些小的事情也都留着心 表现出自己的才智 租下钱家的房子是她的主意 这主意深得太太的嘉奖 把房子租下来 转租给日本人的确是个妙计 自从她出卖了钱先生 她知道全胡同的人都对她有些不敬 她不愿意承认做错了事 而以为大家对她的不敬 纯粹出于她的势力不足以威震一方的 当大尺包得了所长的时候 她以为大家一定要巴结她了 可是他们依旧很冷淡 连个道喜的也没有 现在她将要做二房东 日本人连日本人都要由她手里租房子 二房东虽然不是什么官衔 可是房客是日本人 这个威风可就不小 她已经板着面孔训试了白巡掌 我说白巡掌 她的眼皮眨巴得很灵动 你晓得一号的房归了我 不久就有日本人来住 咱们的胡同里可是脏得很 你晓得日本人是爱干净的 你得想想办法呀 白巡掌心中十分讨厌冠小和 可是脸上不便露出来 微笑着说 冠先生 胡同里的穷朋友多 拿不出清洁费呀 那是你的事 我没法管 冠先生的脸板得有棱有脚的说 你设法办呢 讨日本人的喜欢 你不管呢 日本人会直接的报告上去 我想对你并没有好处 哦 我看你还是劝大家拿点钱 雇人多打扫打扫好 大家出钱 你做了事还不好 她没等白巡掌再回出话来 就走了进去 心中颇为得意 有日本人租她的房 她便拿住了白巡掌 也就是拿住了全胡同的人 当大尺包赠送银杯锦标 或别的奖品的时候 冠小和总想把自己的名字 也刻上绣上或写上 大尺包不许 你不要这样子啊 她一点不客气地说 写上你算怎回事呢 难道还得注明了你是我的丈夫 小和心里很不好受 可是她还尽心地给她想 该提什么字呀 她的学问有限得很 为其如此 她才更能显出 绞尽脑汁的样子 替她思索 她先声明 啊 我是一片中心 凡事绝不能马马虎虎 然后她皱上眉 点上香烟 研好了墨 放好了纸 把写信不求人 春联大全之类的小册子 堆在面前 作为参考书 还嘱咐朝地们不要吵闹 她才开始思索 她甲壳 她喝茶 她闭眼 她背着手在屋中来回地走 这样闹哄了许久 她才写下几个字来 写好 她放开轻快的步子 捧着那张纸 像捧着圣纸似的去给大尺包看 她气派很大的 眯着眼看一看 也许看见了字 也许根本没看见 就微微一点头 行了 事实上 她多半是没有看见写的是什么 在她想 只要背或盾是银的 旗子是段子的 弄什么字 就都无所不可 为表示自己有学问 小和自己反倒微笑着批评 啊 这还不十分好 我再想想看 遇到蓝东阳在座 小和必和她斟酌一番 蓝东阳只会作诗与小品文 对编对联与提字等等 根本不懂 可是她不便明说出来 而必定用黄牙啃半天 她的黑黄的指甲 装着用脑子的样子 结果还是小和胜利 因为东阳的指甲 一啃到无可再啃的时节 总是说 啊 我非在夜间极安静的时候 不能用脑子 算了吧 将就着用吧 这样战胜了东阳 小和开始觉得 自己的确有学问 也就更增加了点 怀才不遇之感 一种可以自傲的伤心 一个怀才不遇的人 特别爱表现他的才 小和为表现自己的才气 给大尺包造了一本名册 名册的甲部都是日本人 乙部是维组织的高官 丙部是没有什么实权 而声望很高 被日本人聘做姿意之类的元老 丁部是地方上有头脸的人 他管这个名册 叫做四部全书 仿佛看作四库全书的姐妹著作似的 每一个名下 他详细的住好 年龄 住址 生日 与嗜好 只要登在名册上 他便认为 那是他的友人 设法去送礼 送礼 在他看 是征服一切人之特效法宝 为送礼 他和瑞丰打过赌 瑞丰输了 瑞丰以为 小和的办法是大致不错的 不过 他怀疑日本人是否肯接受小和的礼物 他从给日本人做特务的朋友听到 在南京陷落以后 日本军官们已得到训令 他们应当鼓励中国人吸食鸦片 但是不论在任何场合 他们自己不可以停留在有鸦片烟味的地方 免得受鸦片的香味的诱惑 他们不得接受中国人的礼物 瑞丰报告完这点含有警告性的消息 小和闭了闭眼 而后扑持一笑 瑞丰 你还太幼稚 我告诉你 我亲眼看见过日本人吸鸦片 命令是命令 命令改变不了鸦片的香美 至于送礼 咱们马上打个赌 他打开了他的四部全书 你随便指定一个日本人 今天既不是他的生日 也不是中国的或日本的节日 我马上送过一份礼去 看他收不收 他收下 你输一桌韭菜 怎样 瑞丰点了头 他知道自己要输 可是不便露出 怕输一桌酒席的意思 小和把礼物派人送出去 那个人空着手回来 礼物收下了 怎样 小和急得意地问瑞丰 啊 我输了 瑞丰心疼那桌酒席 但是身为科长 不便说了不算 为这种事跟我打赌 你老得输 小和微笑着说 也不仅为赢了一桌酒席得意 而也更得意日本人接受了他的礼物 告诉你 只要你肯送礼 你几乎永远不会碰到摇头的人 只要他不摇头 他 无论他是怎样高傲的人 便和你我站在肩膀一边齐了 告诉你 我一辈子专爱诚挚那些挑着眼眉 自居清高的人 怎么承知 给他送礼 礼物会堵住一切人的嘴 会软化一切人的心 日本人也是人 既是人就得接我的礼 接了我的礼 他便什么威风也没有了 你信不信 瑞丰只有点头 说不上什么来 自从做了科长 他颇有些看不起冠大哥 可是冠大哥的这一片话 实在叫他钦佩 他没法不恢复 以前对冠先生的尊敬 冠先生虽然现在降了一等 变成了冠大哥 到底是真有学问 他想 假若他自己也去实行冠大哥的理论 大概会有那么一天 他会把礼物送给日本天皇 而天皇也得拍一拍他的肩膀 叫他一声老弟的 因为研究送礼 小和又发现了日本人很迷信 他不但看见了日本军人的身上 带着神符与佛像 他还听说 日本人不仅迷信神佛 而且也迷信世界上所有的忌讳 日本人也忌讳西洋人的礼拜五 十三和一只火柴点三只香烟 他们好战 所以要多方面的去求保佑 他们甚至于讨厌一切对他们的预言 英国的维尔斯预言过中日的战争 并且说 日本人到了胡找地带 便因瘟疫而全军覆没 日本人的三月王华论 已经由南京陷落而不投降 和抬儿庄的大劫而成了梦想 他们想起来威尔斯的预言 而深怕被传染病把他们拖进坟墓里去 因此他们不惜涂了全村 假若那里发现了霍乱或心红热 他们的武士道精神使他们不怕死 可是知道了自己准死无疑 他们又没法不怕死 他们怕预言 甚至也怕说死 根据着这个道理 小和送给日本人的礼物总是三样 他避免死 因为死和死的声音相近 这点发现使他明文九成 各报纸不单有了记载 而且都有短评称赞他的才智 这些小小的成功 可是并没能完全减去他心中的苦痛 他已是北平的名人 东方画艺研究会 大东亚文艺作家协会 这是蓝东阳一手创立起来的 三星会 这是道门的一个新组织 有许多日本人参加 还有其他的好些个团体都约他入会 而且被选为理事或干事 他几乎得天天去开会 在会中还要说几句话 或唱两段二皇 当有游艺节目的时候 可是他坐不上官 他的名片上印满了理事 干事等等头衔 而没有一个有分量的 他不能对新朋友不拿出名片来 而那些不知心的头衔 只招人家对他翻白眼 当他到三星会或善心社 去看伏击或拜神的时候 他老安安的把心事 像鬼神们神速一番 对神仙 我绝不敢扯假话 论吃和穿戴 有太太做所长也就差不多了 不过 凭我的经验与才学 没点事做 实在不大像话呀 我 不为金钱 还能不为身份地位吗 我自己还是小事 你们做神佛的总得讲公道呀 我得不到一官半职的 不也是你们的羞耻吗 闭着眼 他虔诚的这样一半央求 一半讥讽 心中略为舒服一点 可是申诉完了 依然没有用处 他差不多要恨那些神佛了 神佛但是又不可以得罪 得罪了神佛也许要出点祸事呢 他只好轻轻地叹气 叹完了气 他还得有说有笑地和友人们周旋 他的胸口有时候一窝一窝地发痛 胸口一痛 他没法不低声地骂了 白亡了惠子国 他妈的连个棍也做不上 一晃已是五月节 齐老人的几盆石榴 因为冬天保护得不好 只有一颗出了两三个小孤兔 南墙根的秋海棠与玉簪花 连叶也没出 代替它们的是一些吐槽 齐老人忽略了原因 冬天未曾保护好它们 而只去看结果 他觉得花木的违败 是家道衰落的恶兆 他非常的不高兴 他时常梦见小三 可是小三连封信也不来 难道小三已经遇到什么不幸了吗 他问小舍的妈 小舍的妈回答不出正确的消息 而只以梦解梦 近来他的眼睛显得更大了 因为脸上掉了不少的肉 把许多笑意凑在眼睛里 他告诉老人 啊 我也梦见了老三 他甭提多喜欢了 那我想呢 他一定在外边混得很好 他旧根就是有本事的小伙子啊 爷爷 你不要老挂念着他 他的本事聪明比谁都大 其实他并没有做过那样的梦 一天到晚他实在没有功夫做梦 可是他的创造的梦 居然使老人露出一点点笑容 他到底相信梦与否还是个问题 但是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 老人家只好相信那虚妙的谎言 好减少一点实际上的痛苦 除了善意的欺骗老人之外 小舍的妈还得设法 给大家筹备过节的东西 他知道 过节并不能减少他们的痛苦 可是鸦雀无声的不点缀一下 他们就会更难过 在往年 到了五月初一和初五 从天亮 门外就有喊 黑白桑绅来大樱桃的 一个接着一个 一直到快吃午饭的时候 喊声还不断 喊的声音似乎不专是为做生意 而有一种淘气与凑热闹的意味 因为卖樱桃桑绅的 不都是职业的果饭 而是有许多十几岁的儿童 他们在平日也许是拉洋车的 也许是卖开水的 到了节 他们临时改了行 家家必须用粽子 桑绅 樱桑 樱桃共佛 他们就有一笔生意好做 今年 小舍的妈没有听到那种提醒大家过节的呼声 北城的果饰是在得胜门里 买卖都在天亮的时候做 隔着一道城墙 城外是买卖旧货的小事 赶世的时候也在出太阳以前 因为得胜门外的监狱曾经被劫 日本人怕游击队趁着赶世的时候再来突击 所以禁止了城里和城外的早逝 而且封锁了得胜门 至于樱桃和桑绅 本都是由北山与城外来的 可是从西山到北山 还都没有一定阵地的战士 没人敢运果子进城 哎 小舍的妈对赵王爷叹了口气 今年委屈你了 没有卖樱桃的呀 这样向赵王爷道了歉 他并不就不努力去想补救的办法 啊 供几个粽子也可以遮着修啊 可是粽子也买不到 北平的卖粽子的有好几个宗派 到乡村卖的广东粽子 个大 蝉子种类多 价钱贵 这种粽子并不十分合北平人的口味 因为蝉子里面 硬放上火腿或枝油 北方人对糯米已经有些胆怯 再放上火腿什么的就更害怕了 可是这样的东西并不少卖 一来是北平人认为 广东的一切都似乎带着点革命性 所以不敢公然说它不好吃 二来是它的价钱贵 送礼便显着体面 贵总是好的 谁管它好吃与否呢 真正北平的正统的粽子是 一 北平就是满汉拨拨铺卖的 没有任何馅子 而只用顶精美的糯米 包成小很小的粽子 吃的时候只撒上一点白糖 这种粽子也并不怎么好吃 可是它洁白娇小 摆在彩色美丽的盘子里 显着非常的观样 二 还是这样的小食品 可是由沿街吆喝的 卖风高的代卖 而且用冰镇过 三 也是沿街叫卖的 可是个子稍大 里面有红枣 这是最普通的粽子 此外 另有一些乡下人 用黄米包成粽子 也许放枣 也许不放 个儿都包得很大 这 专卖给下历的人吃 可以与黑面饼子 与油条 归并在一类去 而内容与形式都不足 登大雅之堂的 小说的妈的心中 想着的粽子是那糯米的 里面有红枣的 他留心地听着门外的 小枣大粽子不 的呼声 可是他始终没有听到 他的北平变了样子 过端阳节会没有樱桃 桑圣与粽子 他本来不应当拿这 当作一件骑士 因为自从去年秋天到如今 北平什么东西都缺乏 有时候忽然一关城 连一棵青菜都买不到 可是 今天他没法不感觉着别扭 今天是节日呀 在他心里 过节不过节 本来没有多大关系 他知道 反正要过节 他自己就需受劳累 他需去买办东西 然后抱着火炉 给大家烹调 等大家都吃得九足饭饱 他已经累得 什么也不想吃了 可是从另一方面想 这就是他的生活 他仿佛是专为 给大家操作而活着的 假若家中没有老的和小的 他自然无须乎过节 而活着仿佛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他说不上来什么是文化 和人们只有照着自己的文化方式 像端阳节必须吃粽子 樱桃与丧肾 生活着才有乐趣 他只觉得北平变了 变得使他看着一家老小 在五月节瞪着眼儿没事做 他晓得这是因为日本人 占据住北平的结果 可是不会饿药的说出 王乐国便是不能 再照着自己的文化方式活着 他只感到极度的弊扭 为补救吃不上粽子什么的 他想买两束蒲子 艾子插在门前 并且要买几张神符贴在门楣上 好表示出一点到底有点像过节的样子 他喜爱那些神符 哪年他总是买一张大的 黄纸的印着红的钟馗 与五个蝙蝠的贴在大门口 而外他要买几张 粘在白纸上的剪刻的红色五读图案 分贴在各屋的门框上 他也许相信 也许根本不相信 这些纸玩意儿有什么辟邪的作用 但是他喜爱他们的色彩与花纹 他觉得他们比春莲更美观可爱 可是他也没买到 不错 他看见了一两份卖神符的 可是价钱极贵 因为日本人不许乱用纸张 而颜料也天天地涨价 他舍不得多花钱 至于卖脯子爱子的 因为城门出入的不便 也没有卖的 小事儿的小嘴 给妈妈不少的难堪 妈 过节 穿新衣服吧 吃粽子吧 吃好东西吧 脑门上 抹王子不抹呀 妈 你该上街买肉去了 人家灌家买了多少多少肉 还有鱼呢 妈 灌家门口都贴上盘了 不信 你去看呢 他的质问 句句像是对妈妈的谴责 妈妈不能对孩子发气 孩子是过年过节的中心人物 他们应当享受快活 但是他又真找不来东西 使他们高声地笑 他只好惭愧地说 啊 初五才用熊黄抹王字呢 别忙 我一定给你抹 还得带葫芦呢 葫芦是用各色的绒线 缠成的樱桃 小老虎 桑肾 小葫芦 联系成一串 供女孩子们佩戴的 你臭小子 带什么葫芦 妈妈半笑半恼地说 给小妹带呀 小事的理由老是多而充实的 妞子也不肯落后 妈 妞妞带 妈妈没办法 只好抽出点功夫 给妞子做一串葫芦 只缠了了一个小黄老虎 她就把线剖了推开了 没有旁的过节的东西 只挂一串葫芦 有什么意思呢 假如孩子们肚子里没有一点好东西 而只在头上或身上 带一串五彩的小玩意儿 那简直是欺骗孩子们 她在暗地里落了泪 天佑在初五一清早 拿回来一斤猪肉和两束蒜苔 小顺虽不懂得分量 也看出那一块肉是多么不体面 爷爷 就买来这么一小块块肉啊 她笑着问 爷爷没回答出什么来 在骑老人和自己的屋里打了个转 就搭身着回了铺子 她非常的悲观 但是不愿对家里的人说出来 她的生意没有法子往下做 可是又关不了门 日本人不准任何商店报歇业 不管有没有生意 天佑知道 自从大小汉奸们都得了事以后 绸缎的生意稍微有了点转机 但是她的铺子是以布批为主 绸缎只是搭头 真正讲究穿的人并不来照顾她 专靠卖布批吧 一般的人民与四郊的老百姓 都因为物价的高涨 只顾了吃而顾不了穿 当然也不能来照顾她 再说 各地的战争使货物断绝了来源 她既没法添货 又不像那些大商号有存货可以居齐 她简直没有生意 她愿意歇业 而官厅根本不许承报 她须开着铺子 似乎专为上税与订阅官办的报纸 她必须看两份她所不愿意看的报纸 她和股东们商议 他们不给她一点好主意 而仿佛都愿意立在一旁看她的笑话 她只好才人 这又给她极大的痛苦 她的破火既没有犯任何的规矩 又赶上这兵荒马乱 理应共患难的时候 她凭什么无缘无故地辞退人家呢 五月节她又才去两个人 两个都是她亲手交出来的徒弟 她了解他们的困难 并没说一句不好听的话 他们愿意回家 他们家里有地 够他们吃两顿棒子面的 可是他们越是这样好离好散的 天佑心中才越难过 天佑觉得她已是个毫无本领 和做事不公平的人 他们越原谅她 她心中便越难受 更使她揪心的是 据说 不久日本人就要清查各铺户的货物 而后由他们按照存货的多少 配给新货 他们给你多少是多少 他们给你什么你卖什么 他们也许只给你三批布 而配上两达雨伞 你就需给买主一块布 一把或两把雨伞 不管人家需要雨伞与否 天佑的黑胡子里露出几根白的来 在表面上 她要装出沉得住气的样子 一声不哼不响 她是北平铺子的掌柜的 不能当着电火与徒弟们胡说乱骂 可是没有人在她面前 她的胡子嘴就不住的动 这算马买卖规矩呢 布铺吗 卖雨伞 我是这儿的掌柜呢 还是日本人是掌柜呢 唠叨了完一阵 她没法不补上个他妈的 她不会骂人撒村 只有这三个字是她的野化 而也只有这三个字 才能使她心中痛快一下 这些委屈为难 她不便对铺子的人说 并且决定也不叫家里的人知道 对老父亲 她不单把委屈圈在心里 而且口口声声地说 一切都太平了 为是叫老人心宽一点 就是对瑞轩 她也不愿多说什么 她知道 三个儿子走了两个 不能再向对家庭 最负责任的长子 拉不断扯不断地发牢骚 父子见面几乎是很大的痛苦 瑞轩的眼偷偷地摸留着父亲 父亲的眼光碰到了儿子的 便赶紧躲开 两个人都有多少多少 贝类禁字了许久的话 可是不便连话带类 一起倾倒出来 一个是五十多岁的掌柜 一个是三十多岁的中学教师 都不便随便地把泪落下来 而且他们都知道 一畅谈起来 他们就必定说到 国王家必破的上头来 而越谈就一定越悲观 所以父子见面 都只那么笑一笑 笑得虚伪难堪 而不能不笑 因此天佑更不愿回家了 铺子中缺人是真的 但是既没有多少生意 还不致抽不出点回家看看的功夫来 他故意地不回家 一来是为避免与老亲 儿孙相遇的痛苦 二来也表示出一点自己的倔强 铺子既关不了门 我就陪他到底 尽管没有生意 我可是应尽到自己的责任 在一家人中 最能了解天佑的是瑞轩 有其老人在上面压着 又有儿子们在下面比着 天佑在权威上 年纪上都需让老父亲一步 同时他的学问与知识 又比不上儿子们 所以他在家中既需做个孝子 又需做个不招儿子们讨厌的父亲 因此大家都只看见他的老师 而忽略了他的重要 只有瑞轩明白 父亲是上族以成绩祖父的勤俭家风 下族以是儿子受高等教育的既往开来的人 他尊敬父亲也时常的想给父亲一些精神的安慰 他是长子 他与父亲的关系比老二与老三都更亲密 他对父亲的认识比弟弟们要多着几年的时光 特别在近几个月中 他看出父亲的忧郁和把委屈放在肚子里的刚强 也就更想给父亲一些安慰 可是怎么去安慰呢 父子之间既不许说假话 他怎能一面和老人家谈真话 还能一面使老人家得到安慰呢 真话在亡国的时候只有痛苦 且先不讲国家大事吧 只说家中的事情已经就够他不好开口的了 他明知道父亲想念老三 可是他有什么话可以叫老人不想念老儿子呢 他明知道父亲不满意老二 他又有什么话使老人改为喜欢老二呢 这些都还是以不谈为妙 不过连这些也不谈父子还谈什么呢 他觉得父子之间似乎隔上了一段沙漠 彼此还都看得见 可是谁也摸不着谁了 侵略者的罪恶不仅是把他的兄弟拆散 而且是没有散开的父子 也彼此不得已地冷淡了